顛電檔好像比較好一點 OK 這沒關係 那 我這邊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按鈕 那按鈕怎麼做還記得 先打字上去對不對 然後選取它之後 把它那個DataRaw改成什麼 改成Button 對不對 然後呢 前面如果你要再加Icon 也可以加Icon 我這邊是沒加Icon 大概是這樣就可以 那顏色可以改 可以嗎 在哪裡呢 DataSync SynMe那個裡面 去更改他的ABCDE 那大概目前就五種顏色 不過其實 JQ Mobile它裡面有提供那個 換更多的 等於26個字母可以有26個樣式 但是你要自己去制定 那部分的話 看後面有沒有時間再來講 因為這個 好像也不太 不是很困難 我看 國外的那個 之前跟各位講那個 有一個叫什麼什麼Linda的教學網站裡面就有一個 老師有提到 我剛好看到 裡面可以這樣做 步驟也不會太複雜 但是你要匯入那個樣板進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建一個 Button 那最重要就是說呢 你最後要給他ID 因為這個ID部分的話 你如果沒給他 將來那個byte有沒有 我們要去連結這個按鈕的時候 會有問題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我底下叫做 BTN 一般名稱 特別要 做完之後 其實我大概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 就是 給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在這邊 給那個 設定幾個 地方 有沒有 Button 只剩餘而已 那其他如果你要加icon 這邊有個icon 看你要show的話 但是他這邊按鈕很少 那怎麼樣增加按鈕 後面有機會再講 那裡面的話就是 叫search 給那個按鈕 那顏色的話 你可以變更 變更成這個Data Syming 就是 五種顏色 黑 藍 銀輝黃 如果你要改成 藍好了OK 那其實可以及時 其實這個地方暫時及時沒關係 馬上可以改 如果你覺得這不OK的話 有沒有 你可以馬上換個icon上去 好 那他 馬上出現 他會delay一秒鐘 不過 基本上這樣的設計已經非常 非常方便了 如果像我現在除了教 這種phone game 開發之外 我還教那個 用Android SDK 開發 那個真的是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這個是幸福多了 尤其是在顯示最後的結果 應該要把東西丟到